下面请欣赏相声18岁给我一个姑娘 表演者波麒麟 颜鹤祥 谢谢 谢谢 感谢大伙 你看这像上贡来的 这给我们哥儿俩 特别的热情 我们哥儿俩又回到了天津演出 这是我们俩今年的开箱表演 好 你爸都二月份开箱 咱们七月份开箱 因为我们去年九月在这封的乡 好长时间我都没看见他了 对对对 他比你那会儿又撞了 都是想你想的都是 你上来那套 不是你们看这么一个人说这种话 不有点别扭吗 你拍戏的日子他们都习惯了 请不见 请不见 你买贵点的票你不就停下来了吗 你这人你 我们大点事大点事 对 没问题没问题 我们这个天津话穿透力比较强 这个到时候我们表演的适当会有些调整 是 我哥现在跟过去是不太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这一年也干了不少时事是吧 我干什么时事呢 你看我出去拍戏去了 我哥也说了评书了 这寡物失业怎么办呢 没事没事这不又看见爷们了吗 挺好 变心了你 你少来这套 咱说点那个有点意义的行不行 好 您说什么有意义 咱说什么没意义 又见到这么多喜欢我们的观众朋友 家乡父老 说实在话真是愧不敢当 怎么呢 一上来这么多观众送这么多礼物 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真的就不值您送这么些的礼物 真的 观众攒了一年了 家里实在是摆不下了 是这样的 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个时间呀 包括一些个金钱呀 能够用在自己的家人呀 朋友上 如果说您真的喜欢我 真的捧我 我倒希望您能带自己的朋友一起来看我 你就还费心送礼物 我真是太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他们拿您就当家人了 现在 那可不 拿您也一样当用人 非打没听说 就是您是个有用的人 是不是 这您是知道的 我怎么 我这话没毛病 没有用过啊朋友们 没有 杨洋翔确实不错 向上说的也好 您客气 干什么也都好 哥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对 但是这段时间也没有虚度 我这段时间也是在忙 你把那肚子去了就成了 没有 也干了点有意义的事 都干什么了 就是拍了几个影视作品 转行了 不能算转行啊 咱这是肩并 跨界 对 一块都来 也说相声 也拍戏 这不整巧最近吗 那个戏就在那个优酷正播着呢 叫什么来着 我最近上火耳朵听不着 叫什么 都看了吗 我这点点击量就指你们了 我现在 全是会员都是 是 但是先程多可能是 感谢各位啊 支持我们看我们这个作品 看您这作品 没有我 他们说那爸爸长得像我 像吗 倒没有 倒没有啊 只是为了工作 没接这个卷 对 要不然可能就没有工作了 这个也拍了戏了 也一直在工作 但是到现在呢 你看这工作方面上 整理的是井井有条 但是生活问题上呢 反正可能是 有点欠缺 生活当中 就没有工作那么井井有条 对 就没有那么顺利 很混乱 对 我到现在 我都快不敢回家了 怎么不敢回家了呢 你看 我一回家 看见我爸我妈 我爸没别的事 干嘛呀 催婚 哦 您说这话 无疑在这些观众心中 扔了一颗炸弹 这肯定是我爸请来的托 真是 我师父着急这事 太着急了 希望我赶紧结婚生子 我爸想抱孙子 是 其实你说抱孙子有这么难吗 对吗 对吧 说抱孙子就抱孙子 没听说过 我指那个意思呀 特别的希望我赶紧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哎呀 接班人 可是哪那么简单呀 对 得先治病 我是先回答你 还是先回答你 我这个 先回答他 我治什么病 我治 你拍戏这么劳累呀 是啊 你说现在我爸就在 我小的时候 天天管我 不允许早恋 看着跟别的女生挨得太近不行 哎呀 到现在22岁 刚一能领证 马上催着我 赶紧找一姑娘 就得跟人结婚 好多家长都这样 哪这么快去 是 而且我这个人 我对自己的感情 是非常有要求的 您啊 连孩子都不信 这个孩子是 什么意思 我说我对我的感情 是有要求的 这孩子 你这可以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孩子都让你教坏了都 真的 说心里话 你说跟一个人 在一块结婚 过日子 携手走过一生 这不是个很重要 很值得斟酌 很值得考虑的一件事 这倒是 对不对 哪说那么容易 看一个我走 跟他就结婚去 绝没有 不能草率 而且很多人 现在啊 拿婚姻当什么呀 拿婚姻当跳板 有这样的 太看重婚姻方面的条件了 对对对 那都不应该 什么是爱情啊 就是简单的 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在一块 天天一块吃饭 一块工作 一块生活 这叫爱情 我要因为你 希望能得到 一些个什么条件 那不是纯粹的爱情 我这个人 从来就看这一点 我从来不考虑什么 这个人有什么呀 有什么 那都不是我最需要的 真的 有钱难买爷高兴 我喜欢你 我就得跟你结婚 真的 哎 我 我是 哎 你还真把你的粉丝 说信了 就现在 就演一圈出来 人说这话 你们信吗 你们 行啊 你们都是都花钱雇来了 我告诉你 你们不了解 我太了解他了 我怎么了 我 你就郭吉林 你还这么宣 你有这么纯洁的婚恋观吗 你 他连话都说不利 我让你气的 我是 我怎么没有啊 就你 哎 郭吉林 当了亲爱的观众 我这问你问题 你说 就刚才你说那话啊 咱比方说啊 有这么俩姑娘 一个姑娘啊 长得不错 但是家境贫寒 父母下岗 家里没钱 还有一姑娘 家里是大老板 金山银山 而且他爸爸 好莱坞金牌制作人 想捧谁 就捧谁 准能红 但是这姑娘 长得跟月云鹏似的 郭吉林冲灯说话 哎 你选哪个 我告诉你 我平生最讨厌这种问题 什么呀 你以为我是那种 拿婚姻当跳板的人吗 我就是喜欢月云鹏 这个长相的 就这个货 您知道吧 你想 我临睡觉之前 他给我唱一段五欢之歌 多有意思 我是看重的这一点 拉倒吧 有钱咱们也高兴 我跟月云鹏结婚 我高兴 你看 有喜欢月云鹏的 除了我有喜欢月云鹏那样的 他也来这个 你看没有 小小小小 不说别人啊 那叫单说你 说我怎么了 单说你怎么了 你到现在是不是也没结婚呢 对啊 大伙都嘲笑你了 都嘲笑你了 我结不结婚 无所谓 我有没有女朋友 也无所谓 况且 你是不是还 真以为我没有女朋友呢 你可是一直这么跟我说的 我告诉你 你跟我爸都被蒙在鼓里呢 不是 你把我跟我师父蒙鼓里干嘛 他不是一个国 哦 好多事你知道了呢 我知道 什么我知道 你知道不应该跟我这个态度 等于你 你才是我的妈妈 对 我是你爸的涛涛 你现在 行行行 不能说这个 不不不 你说无所谓 不是 咱说我这问题 您不说我吗 我要怎么了 老往外 谁说你 我说我 你说你啊 不说我 这人老想给自己强行加戏 你看 戏精 我 有女朋友 真的 而且 不光你知道 观众朋友们都认识 是 此起彼伏嘛 我一说 我一说的名字 大伙就明白了 哎 你看 这个人物 前几年我们就熟悉了 对 实际上 今天我给大伙曝光一下 我也承认 我其实一直在跟诸葛钢铁交往 确实有这么一姑娘 当然 那是我同学 从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俩都在一块 青梅竹马 那可不 上初中是我跟你说 那会他多爱我 我这么跟你讲 真的 就上初中的时候 每天 你嘀咕什么呀你 你说每天怎么了 不是这么些人 我不好意思说 你怎么好意思干了呢 你懂 不是我干 诸葛钢铁干的 哦 就每天怎么都诸葛钢铁 就每天呀 嗯 都得 都得在我这脖子上啊 种一个小草莓 你坏了 他种草莓 我坏什么坏 你非让人家把这说出来 可以理解 年轻人都有这个经历 对 年轻嘛那会儿 但你想 他种完草莓 他高兴了 是吧 他是彰显他的这个主权了 这我不好解释 您怎么不好解释 我从办理出来迎面 整碰见我们学校教导主任 哦 教导主任一抬头就看见了 哦脖子这个 把我一下叫过来 过来过来 怎么回事 脖子上这是什么呀 怎么解释你 您说这个呀 这 我 上火 我 我自己拿手揪的 还真能编瞎话呢 哦 揪的是吧 嗯 揪给我看看 那怎么办呀 揪吧 拽着这边一使劲 走你 揪了一个 哎呦 比这边这还大 你看 这 是不是 你看 差不多吧 这我揪的 哦 行 算你脚 小的走运 走吧 走吧 走了 嗯 从那出来 挥搬吧 嗯 一挥搬 整桥你住个钢铁 有 住个钢铁 好像挺高兴啊 哎呦 回来了 你这脖子怎么回事啊 我 我 我刚才外表我自己揪的 我揪的 你揪给我看看 你看见没有 你说这 上学那会儿就这样 捉紧自己吗 不能算捉紧 再怎么着我也愿意 哦 爱情的力量 谈恋爱吗 嗯 交男女朋友吗 是 但是这个 我跟你说啊 爱情啊 嗯 它会随着这个 时间的推移啊 发生一些个改变 哦 在您身上有体现吗 当然了 嗯 初中的时候 我们俩刚认识 嗯 那会儿还 彼此都有激情 嗯 到了现在这个岁数 我们俩在一块 五六年 七百年了 哦 你想想 大家退学都在一块 哎呀 七百年了 你拉着人家退学了 是怎么 不是我 我退学 他没退学呀 哦 到现在二十多岁了 嗯 也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嗯 怎么办呀 哦 那不行就这么过呗 激情退去了啊 啊 那不是退去也得过呀 嗯 那怎么办呀 跟人就 尝试同居 哎 您今天这个专场的暑期宣传德学都不好啊 这个 不是 这二十二岁了 我这个年龄没有问题呀 啊 现在大学生毕业倒是有啊 而且我这么说 嗯 如果碰见自己喜欢的人 一定要跟他亲密过多的深入接触一下 不是 我指的不是你们想的那种那个那个想法啊 不是他们想的什么是 我指的就是在一块生活呀 在一块吃饭 你得看看他跟你口味相投不相投啊 嗯 他的爱好跟你一样不一样啊 嗯 他的三观和你有没有出入啊 这些都很重要啊 哎 你个想法挺成熟的 你平时对吧 你晚上回家住 早晨去学校再看见他 他可以把自己所有缺点都掩盖起来 嗯 但你们俩在一块生活 什么缺点 全都暴露在你的面前 关键素颜 关键人 对对 那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愿意接纳他 接受他 那么你们俩就能结婚 眼神多不好 对不对 我跟若钢铁 就到这个地步 哦 到同居的地步 对 一同居我告诉你 问题马上出来了 同居又是问题啊 真的啊 嗯 远的都不提 嗯 今天早晨 呦 我们俩就闹别扭了 啊 不 今儿早上怎么了 咱那今天还奔专场来 你想想 今天晚上我有专场 嗯 昨天晚上准备节目 准备到深夜很晚 对 早晨我根本起不了那么早 哎 他一大早起来了 哦 八九点钟就醒了 哦 醒了就开始叫啊 呦 大灵 大灵 这不是 大灵这叫谁呢 大灵叫我呀 哦 您英文名 我不是英文名 哦 我叫郭麒麟 哦 大灵大灵 面块 大灵就这么叫了 太酸了 大灵 嗯 你起啊 你起啊 你起不起啊 我一听完这话 我这火烫我就上来了 瞎嚷着什么呀你 这刚几点我都起啊 我起啊 我起啊 我起你奶的个孙子 你骂谁呢你 骂猪钢铁 骂猪钢铁 你冲我来一下干嘛呀 这不是学给您瞧吗 你甭管 甭管我 我现在我也不是 你也不用学给我瞧知道吗 不是我怕您没看清楚 我看得够清楚的了 这满场就我清楚 哦 那我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那您说我是起还是不起啊 天不早你就起来吧 说刚才也说了 天不早了你就起来吧 不你等我你等我你等我 这话谁说的呀 铁铁说的呀 你怎么跟我说的一样啊 这 寸了 嗯 巧劲 我赶上了 哎 哦 那你想我怎么拿就起呗 嗯 给我叫起来了 哦 刚一起来 他给我拿我一条裤子来 呦 大令 穿上呢 穿上啊 你穿不穿呀 听完这话 我这火烫了就上来了 你让人什么呀 我这刚起我穿什么裤子呀 我穿啊 我穿啊 我穿你哪个孙子 你骂谁呢你 骂钢铁呀 骂钢铁干嘛又冲我来呀 这位学给您看吗 你不用老学给我看呀 不是那我问您 那您说我是穿还是不穿 都起床了就穿上吧 钢铁也说了 都起床了你就穿上吧 这话又谁说的呀 这我钢铁说的呀 怎么跟我说的又一样啊 寸了 巧劲 又赶上了 哎 那我想那早上起来光着屁股也不好看呀 多亲戚啊 穿吧 裤子穿好了 他又给我拿一杯牛奶来 大令 你喝一口 你喝一口 你喝不喝呀 我听完这话 我说火 他饿得上来了 你跑什么呀你 这刚几点 我刚起来我就喝呀 我喝呀 我喝呀 我喝一家这个孙子 你骂我干什么呀 你都骂我两回了 那我问您 您说我喝还是不喝 乐呵呵不乐呵哥呢 你看猪钢铁这态度 乐呵呵不乐呵哥呢 喝了吧也怪渴的 这牛奶一喝完 他又给我拿过一片面包来 大令 你吃一口 你吃一口 你吃不吃啊 您说 我吃吗 您说 我吃吗 倒霉娘们不黏育了 诶 这不说话也不行是吧 这不跟您征求意见的吗 征求我意见可以啊 这里边还有这铁铁事没有了 我向您保证 再也没有铁铁了 我告诉你 我说一句话 这铁铁再插嘴 我抽你啊 不能了 多讨厌 你问什么 那我是吃 还是不吃 让我说啊 您吃两口 铁铁铁 说什么 没说话 我看他敢 我儿子过来了 爸爸您就吃两口吧